其實我原來是做馬爾克 現在馬爾全都做馬爾克 它就是產品的設計 因為這是一個basic surviving strategy 你看整個這個生物世界 所有的動物從這個歷史看 如果能swive的動物它就省了下來 如果swive就是adapt 就是對環境的那個 對環境的時間太長就終於想不起來了 要適應環境的表現隨著環境的表現 那麼你就可說了 如果說你不適應 那麼你就可能要swive 所以這個flexibility 從我自己來找到 就看著馬爾克 後來就是我們把馬爾克 然後把這個shorting開始合併起來 導致因為我們這個shorting 在那個公司來講 就要繼續提升 需要提升 因為它是產品的路 然後最後呢 就是產品設計 我就感覺借我了產品設計 所以馬爾先把我們的做不做 有幾個實質路口 我就提幾個例子 就是說 是不是要change job 我做了三年委託 我在成長Manager 是不是要change job 很多人在想 在找一個錢要搞的地方 不知道當上哪裏 我當時也在想這個問題 是不是要change 想的就是說 你change job 有一個新的boss 這個新的boss對你一點都不了解 你要重新做點 重新做點 重新做點 那都是需要時間的 沒有那個時間 那我還是走點這兒吧 所以我就沒有 沒有變這個工作 這個第一個工作 就工作了 幫你 工作了幫你 當時在想的話 就是 另外找一個交付 也是一樣的 天下文雅一般 那種boss跟一樣的 是不是 如果你在這兒扯人的話 在別的地方 你一樣扯人 你在這兒怎麼想 能夠省去 能夠變得更好的 那麼 跟別的地方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區別的 所以就沒變 那麼 果然的話 就是說 我這個路也沒怎麼說 另外 我下面有一個書 叫GoVCM 這個是原來我的boss 原來我的boss 他離開了這個公司 當時提供一個機會 然後跟他一塊兒走 那麼我呢 就是小事要跟他走 剛才其實 累積也講到了 而且陳海星也講到了 所有我說都是共同的 我跟他一塊兒走 他也是搞這個 我也是搞這個 我永遠講了什麼 我肯定沒有出投資 我不跟他走 雖然我們關係是不錯的 但是我絕對不跟他走 那麼 那麼 剩下的這個公司 剩下的我們的老總 CEO然後CFO 他們都不是搞定技術 他肯定需要我 但我現在不一定可以當老大 所以沒跟他走 所以沒跟他走 這個也是要就是 就是 每一步他都要分析 為什麼要走 為什麼不走 這個就是 後來的這個景點 我這個想也是正確的 因為我 現在我是工人 但是我是跟我 現在這個 一家公司的這個 老人合起來開公司的 那麼跟我 原來那個老闆的話 他也開另外一個公司 他的公司現在已經到了 他現在又在開公司 而且他開公司 我也看他的這個 一家公司的景點 你可以跟著他幹 但是你 永遠是跟他幹的 他開公司 不會說是 咱們兩個sale 我給你一段 你說他 沒有 他是老 對不對 你就是跟他幹 他最多給你一個好的公司 But that's not what we want 公司是一個方面 我們要做這個 Founder 要做這個Owner 因為公司 可能掙8萬 12萬 那個錢還是少 對不對 他就要 如果你是Owner的話 你有6% 那就是股票 那麼公司上市了 也要被別人收過 也要被別人收過 那你一賣的那個錢 就是你的股票 公司肯定是少收 那麼下一個階段 就是 因為我沒跟他走的話 就是 我做的有錯 那麼 他到的6% 就把我提升 Director 專門負責 這個R&D的衛生 那這個 這個階段 裡面的話 那這小的 就又不一樣了 其實 那 其實Promoter 現在已經在小Owner 選出 怎麼能 這個 這個 部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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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的